好 漂亮啊 来 名神 来 小胖 加油 老孟 老K 走 路悦 来 小姐姐的 然后诚哥的 总决赛 加油 看什么呢 之前YQCB赢了 FANANTIK 拿到全国总决赛 门票那天 隔壁站队老板 就站在门口 手上拿着一大大红包 队员们一个一个 下车领红包 红包还很厚 而我们 而我们 并没有 凭什么 同样是进了总决赛 为什么隔壁就能拿红包 而我们只有糖和贺卡 连一餐好吃的都没有 我不平衡 我觉得自己遭受了歧视 其中考试考全班第二 现在期末考试 正一把二比较稀罕呢 还是一直以来 全班倒数 现在也正一把二比较稀罕 我们进入全国总决赛 是达到了我们以往的基准线 所以有什么好奖励的 奖几个糖 诚哥 那什么 我有事跟你说 怎么了 陆思诚 你没有心 老K 你这又买了什么东西啊 面膜啊 小迷糊 老K 你发什么神经 你喊谁小迷糊呢 刚打完比赛 你们俩的关系就亲密到 给对方起来撑了 闭嘴 这是我新买的小迷糊面膜 每天熬夜训练 皮肤都要干到爆炸了 这小迷糊面膜 补水效果挺好的 那我也不补水 这么多 好好看 小迷糊 要试试吗 这个好用吗 你倒是在喊面膜 还是在喊我 老猫的反射弧 可以绕地球三圈了 你也闭嘴 各位 我们今天打完这场比赛以后 接下来要迎接总决赛了 但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大家 YQCB已经不是曾经的保级队了 它击败了Fanatic 跟我们一起进入总决赛 言归正传 显话少说啊 从即刻起到总决赛开赛之前 我们整个基地都要进行封闭式训练 怎么个封闭式训练 难道俱乐部是要彻底包养我们了吗 具体封闭的程度呢 就是要像防特务一样放着对面 比如 不能和隔壁那个白富美老板娘 吃饭逛街私下闲聊 不许和隔壁的前队友线队上 以抓娃的旗号讨论战术 当然了 大饼小葱也要进族 不能和隔壁中担的猫 瞎护动 等等 难不成还能在猫背上画地图啊 你怎么不干脆 直接建一个水泥墙呢 要厚实 防窃厅的那种 胡水泥墙 那还不如直接胡在我方中担门口 为啥呀 胡中担门口 他通常怎么出来啊 小悦啊 我方上担这脑子 要不咱们考虑给他找个替补 不用不用 我可以 反正我哥也不会让我打中担 副意 闭嘴 闭嘴 走吧 在我们正式进入封闭式训练之前 请你们吃一顿大餐 好 对 你说这个我就来劲啊 走吧 小迷糊 走吧 吃大餐 别这样喊我 走走走 走走走 来来来来 喝喝喝 那不是DQ5吗 他们怎么了 他们需要进来啦 他们降级喽 你们在八强比赛的时候 他们还在打升降级 没有人关注 所以也没有话题 他们搏击赛输啦 降级啦 又打席位赛啦 下个赛季OPL十二支战队里面 没有DQ5啦 他就是陵萌 我知道 他是DQ5战队队长兼辅助 是个老选手了 你们千万悠着点 别给我搞事啊 今天 今天别搞事 好好打全国总决赛 但拿了世界赛门票以后 在全世界面前 替我们OPL挣点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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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